因为有的时候是要赶快结案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 反正就是可以执行 没有问题 先这样就OK了 而且很多设计行业 大概也就是这样 其实台湾很多事情 很多做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为什么最后会知道为什么 因为要经过很长一段酝酿期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很长 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经历过很长 我刚开始慢慢慢慢 后来发现原来是 就会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会越学越简单 也讲的会比较 应该算是清楚 OK 那只是说 这个然后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断点 慢慢来 OK 所以没办法急 那再来的话怎么样 去change它 点击它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还没change 我change到9月份好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设个中断点 它一定会跳出来 帮我停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target里面到底是什么 它会告诉你9 不过这个9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你把游标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那个target.address上方 它会告诉你什么 F1 有没有 它就是说 在F1里面有改变 它原来target里面是9 放9 有没有 好 然后这个地方F1 那是不是其中一个4 所以你按F8 它就会call 万年力4 所以呢 它就跳到模组里面的万年力4 因为它call找得到万年力4 所以它就把底下的东西全部执行过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执行一下 它就全部跑完了 那这边中断点拿掉 因为它会一直卡在这里 好 有没有 全部跑完了 那 如果跑这边的话 那这边再设一个中断点 这边 按下去 比如说2015 Target address C1 有没有 OK 然后呢 让它执行过好了 这个时候呢 中断点一样拿掉 再执行 它又跑了 有没有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无论是我现在下拉这一个 或下拉这一个 它都会马上怎么样 去做一个work 就不用说这个按钮了 所以这个按钮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不过你会发现 它们删除了 其实剪下来等于是删除 这样也可以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下拉 它就可以change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城市没几行 很简单 也其实很好记 那里面的话 就是先找到 这个物件 名称一定是对应到 一样的名称 不要找错了 这两个很像 不要找错 如果你打